花莲县府花莲市私培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今年验收且立案完成 在日前开放参观 吸引许多家长前往登记 花莲县府社会处表示 届时将收拖12名2到2岁的婴幼儿 家长可根据社会福利身份别 申请3000元到8000元的托育补助 申请截止到8月18日 8月20日抽签 并在9月7号开始收拖营运 期待能减轻家长的育儿压力 为优化花莲托育环境 提供儿童舒适优质场所 花莲县府社会处委托台湾公益社会实践协会 办理花莲市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于今年验收且立案完成 8月5日起开放参观 以适应许多家长登记 去年10月第一座位在凤林镇的公托家园 目前共收拖9名婴幼儿 这次北区花莲市的公托家园 预计在9月7日开始收拖营运 第三座计划明年开办 设在南区玉璃镇 那我们现在开放报名到现在为止 也超过45个家庭来收建完成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8月18号就是报名截止了 那8月20号我们会在一个公开公平 以及透明的一个作业上 由家长亲自来抽签 那因为我们名额有限 总共名额才12名 那有分序位包括弱势家庭 然后家庭有三名子女以上的 然后员工子女还有在行政区域 在美轮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般家庭 我们希望说在整个拖婴中心 小型化精致化的一个方向上 来提供我们在地的婴幼儿 在减轻家长负担的情况下 能够提供旗舰电型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公共脱衣家园 让我们的小朋友 因为婴幼儿在一个非常好宽敞明亮 空气流通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来健康的快乐的成长 县长徐政卫日程也前往视察 期待能减轻育儿压力 提供亲子友善场域 花莲市培斯公托家园 位于花莲县社福馆一楼右侧 74平大的空间 有睡眠区 用餐区学习区等 预计收拖12名两个月到两岁的婴幼儿 每月收费一万一千元 家长可申请三千元到八千元不等的托育补助 即日起开放参观 申请截止到8月18日 8月20日抽签 如需了解更多 可查询电话 038-242-930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